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5月18日 星期三 這次跟各位網友跟進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訊息 就是說麥當勞有機會沒有薯條賣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那邊的麥當勞有機會停售了薯條 是什麼一回事 據報導所指 香港不知道會不會受到影響 這次跟各位一起跟進 另邊雙也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導 薯條供應短缺 台灣麥當勞宣布暫停供應 香港會不會受到影響 香港麥當勞最新的回應是這樣的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薯條是麥當勞的靈魂之一 不過台灣麥當勞昨日5月17日表示 因為薯條是到貨不及 各間餐廳的庫存受慶之後 就會暫停供應 引起網民一片哀號 直指靈魂如同被掏空 麥當勞沒有薯條還可以吃什麼呢 有香港的網民擔心本港的麥當勞的薯條供應 會不會都受到影響 香港麥當勞發言人回應香港01查詢時指出 現時香港麥當勞的薯條供應正常 會密切留意全球供應鏈情況 盡力維持食材供應穩定 全球疫情對國際貨運影響不斷 台灣麥當勞昨日5月17日表示 因全球航運不穩 旋期延伍 薯條到貨不及 各間餐廳庫存受慶過後 會暫停供應薯條 公司已經積極調度 預計5月20日起 薯條可以陸續恢復正常供應 消息一出引來網民的震驚 就說如果食麥當勞是為了薯條 沒有薯條你以為還有什麼吃呢 亦有人在哭 就說沒有薯條我要怎樣生存 當然很誇張 亦有網民笑言 要自己買薯條到麥當勞代渣 除了台灣的網民一片哀嚎之外 亦有本港網民擔心 薯條供應問題會不會禍言本港 香港麥當勞發言人回應香港01查詢時表示 現在就是供應正常 會密切留意全球供應鏈的情況 盡力維持供應穩定 其實疫情之下貨運不穩 已經不是第一次影響麥當勞 去年9月香港麥當勞 是因為航運延誤 暫停供應 吹香雞翼 之前亦都出現過 新地雪糕花生碎缺貨 吹薯餅供應緊張 等等 這個真的要緊密關注 礦者不是經常吃麥當勞 不過突然想吃 就想吃薯條 若然跟我們說香港的麥當勞沒有薯條 賣的話 也挺大件事 若然要吃麥當勞的朋友 另邊商台灣的麥當勞 宣佈暫停薯條供應 不過接下來幾天過後 應該都可以恢復正常 說的是跟全球的貨運很有關係 香港都不是未試過的 之前都試過 炊香雞翼又停過一段時間 炊薯餅又供應緊張等等 希望這一次的供應緊張 並沒有禍言本港 也希望台灣的朋友 盡快有麥當勞的薯條可以吃 另邊商同各位網友 跟進另一單新的消息 根據AM730的報導 運輸署明年是再測試 行人交通燈號倒數計時器 轉綠燈開始倒數 報導的納文是 世界各地不少國家 都會在行人過路燈 安裝倒數計時器 以協助行人判斷 是否有足夠時間過馬路 提高安全和使用效率 立法會議員劉志鵬提出質詢 指政府在2018年 曾經在多個地點作測試 但最後沒有安裝計時器 運房局陳凡局長 書面回覆 說運輸署 曾經在2016和2018年 在港試驗 行人交通燈號倒數計時器 分別委託 香港城市大學 和香港大學 進行實地觀測和研究 探討倒數計時器的成效 會以遞減數字或到三角圖像顯示 燈號轉為紅色 人像之前的剩餘時間 不過 研究結果顯示 在安裝行人交通燈號倒數計時器過後 在較多行人在綠燈人像閃動燈號結束時 仍未完成過馬路 有關的研究結論都認為這些裝置對行人安全 並未能帶來實際的改善和效益 所以最終沒有進一步廣泛安裝 不知道各位網友有沒有去過其他地方 國家旅行的時間 看到別人的紅綠燈 有一個倒數器 讓大家看到還有多少時間可以過馬路 香港原來做過 就有一個試驗計劃 不過最終沒有廣泛去推動 不知道各位又怎樣看 若然在那個 紅綠燈下加倒數是好事還是壞事 還是不用加都可以 不妨留言講講大家的意見 另外和各位網友講講一單搞笑的 網絡熱話 網民最近說什麼 根據HK01的報導 兒童填飾比賽得獎作品夜來熱烈討論 家長質疑有人請窗 就說不如即場表演好嗎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不少家長都會被子女在貨餘時間參加不同的比賽 發展興趣之餘增加經驗 早前一個藝術用品品牌舉辦兒童填飾比賽 公布賽果後引來熱議 家印、幼兒組和兒童組的得獎作品都有超水準的表現 引來網民質疑有家長疑似為孩子請窗 才能夠交出精細又繽紛的作品 同時認為主辦方未有考慮實際的情況 而作出合理而公正的評審 話說有一個藝術用品品牌在今年3月舉辦2022 繃紛復活節填飾比賽 吸入了超過800位12歲以下的兒童參賽 日前主辦方公布幼兒組和兒童組的得獎名單 兩組冠亞貴君的作品引來網民熱烈討論 不少人質疑作品的精美程度和參賽者的年齡能力不相符 質疑有家長為了增加子女的得獎機會而請窗 蔡果鐵文引來網民留言和風傳 有家長就指子女亦有參賽 本意志在參與 但見到有小朋友交出超水準的作品也感到無奈 就說我四歲的兒子都是自己親手畫和有顏色 看見一些幼兒作品竟然是有家長和老師出述 還要這麼光明正大地交去比賽 真是歎為觀止 也有人就說 女兒第一次這麼認真自己去完成作品 我自己都很滿意 不過見到其他人的作品這麼高水準 我都覺得衰敗有榮 始終過程比結果重要 亦有網民認為主辦方評審的時間 應該要考慮兒童的能力和作品的實際表現 就說 主辦單位見到明顯是超出幼兒能力的作品 竟然完全不加以核實就頒獎 變相鼓勵作弊 和對其他靠自己努力的小朋友不公平 這宗網絡業話都是相當有趣 大家看到那些填飾比賽幼兒組 說可能三歲四歲五歲不定 但交出超水準的作品 大家都知道那篇作品未必是幼兒自己畫 都是家長幫忙 甚至是家長畫 所以這件事亦都成為網絡熱話 亦都討論 究竟這樣對其他 自己參加比賽的幼兒 小朋友來說是否好事 另外亦都和各位網友講講一宗社區的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男子在廣東道發營屋 昏迷 宋苑 搶救不自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一名男子在廣東道一間發營屋裡昏迷 現場消息指 下週約摩三點 一名年約50歲的男子 進入廣東道1080號一間發營屋 借廁 出來之後 職員看到他 面色就很差 於是向他遞上一杯水 並安排他坐下 不過其後男子失去知覺 職員見狀報警 救護員到場將昏迷的男子送丸 不過送丸之後搶救不治 警員到發營屋調查當中 懸死者安息 亦都說相關的死因仍然在調查當中 說他入了一間發營屋 即是廁所 職員看到他面色差 請他坐下 請他喝杯水 不過可惜在當時 他已經昏迷 宋怨不止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 鄺仔的老友記 這段時間我們會繼續努力拍片 和大家緊貼 香港的各大時事消息 我是鄺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